嗨,大家好,我是小胤 今天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 Windows自带的两种录屏和截图功能 无论你是想要快速截取屏幕 录制精彩的游戏瞬间 还是制作教程视频 Windows其实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几个超级方便的工具 它们不但能快速抓取屏幕内容 录制视频,甚至还能同步声音哦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咯 启动Windows自带的截图工具 一共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按下键盘右上角的截图键 方选要截取的区域 它会自动把截取的画面复制到剪贴板 按住快捷键Country加V 可以把截取的内容暂贴到任何地方 同时系统还会将截屏保存到资源管理器中 图片下的屏幕截图文件夹内 除了框选,你也可以选择单独截取某个窗口画面 或者直接截取整个屏幕 选择任意多边形 可以选择任何不规则区域进行截取 这个是截取后的内容 除了截图,选择录像,框选你要录制的区域 点击开始即可进行屏幕录制 打开麦克风,可以同步录制我们说话的声音 点击这个,可以关闭或录制系统播放的声音 录制完成后,和图片一样 录制的内容会保存在剪切板 打开资源管理器 视频 在屏幕录制文件夹下,也能找到我们刚刚录制的视频 除了按键盘右上角的截图键 同时按下Vin加Shift加S 也可以启动截图和录屏功能 打开后,默认选择截图 第三种方式,则是同时按下Vin加Shift加R 打开后,会默认选择录屏 如果你只是想保存整个屏幕 按下Vin加截图键 不需要选择 系统会自动把屏幕快照保存到资源管理器中 图片下的屏幕截图文件夹内 如果你经常玩游戏 同时按下快捷键 Vin加G 可以打开Xbox游戏栏 这里可以直接查看电脑CPU GPU 点存以及主机内存的使用情况 点击拍照 可以截取屏幕快照 点击录制 或者按快捷键 Vin加Alt加R 就能直接录制游戏画面 如果你的桌面上没有显示游戏 或可录制的应用画面 它会提示你 游戏功能不可用于Windows桌面 或文件资源管理器 所以 我们在使用录制功能前 去先在桌面展示需要录制的软件窗口 然后再点击录制 这就在录制了 录制时 桌面不会被录制进去 它只会录制打开的窗口 打开麦克风 可以把你的声音同步录制到视频中 点击停止 或者再次按快捷键 Vin加Alt加R 录制的内容会自动保存到资源管理器中 视频下的摄像文件夹内 并根据不同的游戏自动命名文件 点击拍照时 截取的屏幕快照也是保存在这个文件夹中 我们打开看看效果 录制时 只单独录制了窗口 没有把桌面背景录制进来 在玩游戏的时候 如果没有启动录屏 错过了一段非常精彩的画面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没关系 打开这个录制最后30秒开关 只需点击录制最后30秒 或者按快捷键 Vin加Alt加G 就能把最后30秒的操作画面保存下来 按住快捷键Vin加I 打开系统设置页面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游戏 选择摄像 展开录制游戏过程 可以把录制最后30秒 调整到5分钟 甚至10分钟 启动游戏录屏时 默认可连续录制2小时 如果你感觉时长不够 可以把它调整到4小时 如果你不想记住这些快捷键 点击开始菜单 所有应用 把干板和截图工具 固定到开始屏幕 点击也可以直接反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通过这期视频 我们掌握了 如何利用Windows自带的截图和录屏功能 来记录你的屏幕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